海宁有一个23岁的女孩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近30岁的大叔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人大跌眼镜。 90后女孩遇上60后大叔,同学们事情是这样的,早在2016年4月,23岁的小琪化名在海宁一家KTV里,遇见了已经50多岁的老徐化名,没多久,两人就在一起了Helop,但是,小琪也知道,50多岁的老徐并不是单身,两人的感情,是不折不扣的婚外情,可是小琪一直舍不得放手。 最后老徐甚至被住家里的妻子,和小琪同居了,不过,指中揪包不住或2017年,老徐的这些猫蜜,就被妻子陈女士化名发现了,令陈女士更难以接受的是,自己丈夫的出轨对象,竟然还是一个95年的女孩子。 Aspigo 等于 W-I-A-D-O-W-A-D-S-B-Y-G-O-O-G-L-E 陈女士说,自己和老徐结婚快30年了,感情一直很好,现在竟然被一个和他们孩子差不多大的女孩破坏了感情。 但是,更让陈女士难以接受的还,在后头H-E-L-L-I-P,H-E-L-L-I-P,更惊人的还在后头,还有更吸人的。 2017年,陈女士在发现丈夫出轨后,又吃惊地发现,丈夫竟然背着她给小琪在海宁买车又买房。 在银行卡转账记录的别证下,老徐也承认,自己在和小琪同居后不久,小琪就向她提出要买车买房,于是她就把钱转到了小琪的账户里,前前后后转了十多次,总共有200多墨元。 这钱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了,本是自己家里的钱,就折磨转给了别人,陈女士当然不能接受。 于是,2017年8月,陈女士将丈夫老徐和小琪,告上了海宁市人民法院,要求小琪返还这200多墨元,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。 对此,法院折磨说H-E-L-L-I-P,但是,小琪却不折磨想,她说,当初是老徐主动追求自己的,这钱也是老徐资源给的,又不是自己想来的骗来的。 为时魔药牌,这部,前段时间,海宁市人民法院,审理并,判决了这起民事案件。 法院认为,一方面,陈女士和老徐氏夫妻关系,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媒,有进行约定,因此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应属夫妻共同财产,任何一方均无权单独处,分夫妻共同财产。 另一方面,夫妻之间相互忠实,不仅是传统美德,也是法定义务,小琪在明知老徐有配偶的情形下,仍与其同居便接受财物,有为社会公序良俗。 所以,法院判定,老徐的赠予行为属无效行为,小琪应将全部垮向返海,小三Rudko竟变成了Rudko老赖RDQ,UO。 但是,在法院判决后没多久,小琪竟然变成了LDK,UO老赖RDQ,UO。 这又是怎么回事? 在法院判定后,小琪确实,是在规定时间内,将部分款向海给了陈女士一家。 但是,依旧有50末元拖住时迟不孩,陈女士看小琪一直拖住不孩,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。 所以没多久,小琪就被法院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。 这不,一变成老赖,一戏内压力就来了,被曝光,限制消费HELLIP,HELLIP等的措施。 压得小琪喘不过气,这才逼得小琪把50末元还给了陈女士一家,来源,前将晚报。